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当前已有的五个足迹之后继续创建 好 我们来看一下点击创建 这是我们会发现在足迹的后面会沿着5678继续向后延续 好 当我们激活以后我们会发现 整个两座动物将完整的按照我们十个足迹进行运动 当然这个状态下我们不管是激活了我们的足迹也好 还是没有激活都可以进行使用 好 我们来撤销一下 我们先为足迹激活一下 我们再次点击创建多个足迹 点选从当前针开始 这时候呢我们再次为我们的场景创建六个足迹 此时呢我们会发现呢 弹出一个提示 现有足迹数呢与新足迹数呢重叠 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在我们的时间画块呢 当前的第零帧我们已经拥有了足迹 而我们新创建的足迹呢 又与原有的这个足迹呢 在同一个时间当中 在同一个位置上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足迹 那么这时候呢系统不允许我们创建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时间画块 拖动到我们第五个足迹以后 好 比如说我们拖到当前位置 再次进行创建 点选从当前针开始创建六个足迹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呢 我们又创建出六个足迹来 好 再次为其激活 我们来看一下 此时的运动呢已经连续上了 好 将当前两个动物删除 我们重新创建一个两个动物 那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自动计时 自动计时的默认呢 已经被系统勾选 那么我们将其取消勾选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呢 在其下面的行走足迹和双脚支撑参数呢 被激活 那么这两项参数的主要作用就是说 行走足迹呢控制的是我们两只脚 在行走过程当中落地的这个时间 每只脚的落地时间 然后呢双脚支撑呢是指的 我们两左右两只脚呢 同时在地面上停留的时间的长度 当我们取消自动计时以后 我们可以进行自行的设置 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调整 我们先将当前的两只动物呢 复制一个出来 我们通过两个两只动物呢 进行对比参照 将其中一个两只动物的足迹 我们保持默认的这个 行走足迹 我们可以取消自动计时 勾选也可以 好 激活 选择我们的另一个两只动物 我们将自动计时 取消构选 将行走足迹数呢 更改为30 再次创建 并且呢将其激活 我们再次来进行播放我们的 动画时呢 我会发现 第一个两只动物呢 它的行走呢 是保持的默认参数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的速度呢 是我们默认的一个正常速度 而我们第二个两只动物呢 由于我们将其 行走这个 参数呢 行走的这个足迹呢 更改为30以后呢 速度呢被放慢 所以说呢 它现在的移动速度呢 没有我们第一个的这个两只动物呢 行走的快一些 好 重置我们当前的场景 我们再次创建一个新的两只动物 并且呢 我们将当前的两只动物呢 再次复制出两个 将 第一个两只动物呢 它的参数化 步伏长度呢 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它到底的 它的含义是什么 参数化步伏长度呢 主要是控制我们 这个两只动物的 两只脚 在前后的这个 间距上的一个 距离 我们将第一个呢 保持默认的0.75 点击 确定 激活 然后选择第二个两只动物 我们将参数化步伏长度呢 设置为0 再次确定 并且激活 将第三个两只动物 它的参数化步伏长度 设置为 负的0.75 好 我们再次来进行 创建 激活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 播放动画时呢 我们会发现 当前的三个两只动物呢 设置为正直的 两只动物是向前进行运动的 而设置为负直的两只动物呢 是向后进行运动的 而中间这个呢 设置为0的 两只动物呢 则在原地呢 形成了一个踏步效果 好 这就是参数化步伏长度的 这个含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的步伏高度 首先我们将当前场景呢 再次重置 重新创建 一个两只动物 并且呢 复制出 一个 我们将其中一个两只动物呢 它的实际步伏高度呢 进行一下调整 设置为 10 好 将第二个两只动物 高度设置为 负10 好 我们从左视图当中可以发现呢 足迹的这一个 高度空间当中的位置呢 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我们激活 两只动物的足迹 来播放一下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的 两个两只动物呢 一个是向下进行运动 一个是向空间高度的 高处呢 进行运动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通过 实际的步伏高度 就可以制作出 两只动物的上楼梯 和下楼梯的 这个动画效果 或者是 我们也可以设置为 一个爬梯的一个效果 爬梯子的一个效果 都可以 类似的效果 进行调整 好 我们将这个 当前的 场景呢 再次进行重置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差值 当我们勾选差值以后呢 我们会发现呢 最后一步呢 这个下面的参数呢 就被激活 那么这个参数的控制呢 和我们前面呢 含义基本相同 只不过是呢 在配合第一步参数的时候呢 我们进行调整的时候 会产生一些 行走上的速度变化 以及脚步的间距变化 那么比如说我们正常 这个人类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有的时候 走的是比较快的 那么还有的时候呢 走的这个步伐呢 迈的比较大 那么当然也有时候 走的比较慢 或者是步伐呢 迈的比较短 距离比较短一些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 差值来进行 调节一些运动的变化 那么首先我们将 第一步的这个 参数化步伏长度呢 我们保持默认的0.75 将最后一步的 参数化步伏长度呢 我们设置的小一些 比如说我们改为0.2 那么为了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我们将当前的足迹数目呢 我们增多一些 设置为12 好 激活当前的足迹 这时候呢 我们从顶时图当中来观察一下 大家会发现 当前两足动物的足迹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足迹之间的间距呢 是比较远的 而到最后的时候呢 足迹的间距呢 要越来越近 那么这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啊 两只脚的这个距离呢 在慢慢的发生变化 我们来观察一下效果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呢 当脚步呢 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这个人的行走呢 也就会 速度也就会越来越慢 这就是我们的 差值参数的应用 好 那么 往常呢 有很多朋友都会 这个觉得 创建多个足迹下面的参数呢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比较单调啊 可控性的比较少一些 其实呢 通过我们今天的讲解呢 我们会发现 对于 当前我们场景当中的啊 这个创建多个足迹下的参数的一些 灵活的调节呢 会为我们的动画呢 制作呢 增加丰富的很多的一些细节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参数的灵活运用呢 调制出更加丰富的一些运动的状态 好 那么 创建足迹转转转转转转来下的相关参数呢 我们在这里呢 就讲解完毕了